我婆婆是開閘貨店的 她什麼都賣的 有些布 要來做衣服的布 我喜歡在櫃檯後面 櫃檯櫃裡面是賣的牙膏 日用品各樣 什麼都有 梳 梁蘇記傘 縮骨傘 白飯魚最開心 我上學不用給錢買 可以有更漂亮的 黑底 雙底 抹底 五陽牌 金錢牌 我喜歡在櫃檯陪回 那時候有隻貓 那隻貓很喜歡拔牠們的貓味 拔牠就賴屎了 我不知道 有隻狗叫Dolly 我還記得是一隻德國的牧羊狗 很純品的 婆婆和公公那邊 經常接觸這些動物 而且很溫馴的 甚至是貓也是 不會捏的 通常都是 不會 通常你拔牠 看見我害怕 就知道什麼事 其實小時候已經有這種 現在所謂的強迫症 我看到那兩毫子在一元的盒 我又要拔牠出來 五元本來是八角形 轉五角五元的時候 轉回圓形 整天一元和五元是分錯的 我常常很喜歡分開 其實我小時候已經有這些東西 就是我1978年那些銀行 和1979年 我舊的那些我放在底 年份高一些 八幾年的那些放在面上 我是很變態的 其實小時候已經 那時很流行一隻叫做 《不保陰》的香口膠 吹波膠 看廣告很棒 然後吹波 我一直到上市 那時我記得過半一排 紫色的 因為廣告很棒 在這樣按 《不保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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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款口味要答真》 《不保陰》 《不保陰》 《本款口味要答真》 很吸引 我一天在撿錢 在婆店店 其實街口 現在匯豐銀行的位置 就是一間時多 叫德星時多 是跑馬地 過半而已 坦跌了很久 我終於拿了過半 其實我拿了兩元 快一點 一個個 我拿了兩元 衝了到街口 因為我其實不太 下街口 而且那時跑馬地 是多一個社區的互動 大家相親相愛 近一點 近一點 對面有些 疏忌阿婆在撕牙菜 我也有幫過手 但我經常撕掉那些豆 大豆牙 哎呀臭小子 不是撕這些 是撕筋 我衝了到街口 去了德星時多 其實他都認識了 全排我們 我說一筒 麻煩你 拿了 拿了錢 差點忘記了 拿回五毛錢 拿著 立刻flashback 畫面就是 那個收銀機 是一個 那些鐵硬的 拿下來 所有銀都綁上 然後有一個 重量 就上去 小孩子拿不到 所以 我馬上吃 嗯 是的 嘩 很棒 吃到 走上去的時候 有斜路樓梯 斜路樓梯 一路走到門口 我婆婆出來見到我 她說 怎麼了? 小孩子 你怎麼哭 一路吃著 偷回來的 偷阿婆的錢 買了一個bubble gum 一路吃 一路吹不到那個波 一路哭 她說 你怎麼了 她說 我婆婆 偷了你的錢 她 吃著要bubble gum 從兩件事看到 你就看清楚 陳奕迅的人 就是這樣 媽媽打她 衝進廚房 是intentionally 拿個菜刀行於自己 威脅 用自己的命來威脅媽媽 不要打她 偷了錢 在外婆婆的錢 偷了 買到她 要買那件事 在吃的時候 內疚哭 這個英俊真是高招 很激烈 得到